駕駛开车开到半路 咦怎么前方的车子有点怪怪的 放大一看前车的挡风玻璃竟然塞了一个人 让后方的驾驶看了好傻眼 当时他就是爬到车子的这个缝信里面 不使车子移动时人容易滚落发生危险 驾驶在开车时也容易影响到他的视线 彰化园林中央路往八卦山隧道的方向 4号晚间10点半 有驾驶目击前车的危险行径 替对方捏了把冷汗 他把过程拍下po网 说看起来像是巨鹰 怀疑是孩童贪玩挤在后座椅子上方缝隙 不只人横躺在这里危险 就算是物品放在这 挡住了挡风玻璃 也会造成驾驶无法透过后照镜 看到后方车况 同样会影响行车安全 小行车负载幼童 卫一规定安置于安全座椅者 可处驾驶新台币 15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发缓 不过驾驶疑似任由孩子在车上乱爬 没有安置在适当的位置 或是安全座椅上面 恐怕也得被开罚 其预备的新闻城市中 持宜军礼财引张会台中场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